6月23日,央视军事报道曝光了一丝东风10A型远程陆迹巡航导弹旅演示画面,一把外界广发关注。 画面展示了多枚巡航导弹试弹旗舍发起攻击,击确命中目标的震撼场景。 从一些细节中,也能看出该巡航导弹的大致性能和运用方式。 央视罕见播放了东风11A巡航导弹旗舍的画面,图一多枚东风11A巡航导弹同时命中移动大楼的画面。 图二,境外媒体关注东风富士演习新加坡联和早报25日报道称, 央视罕见播放了东风11A巡航导弹旗舍的画面图一。 此外,还播放了多枚东风11A巡航导弹,同时命中移动大楼的画面图二。 坚固的钢筋或凝土建筑在导弹的打击下,瞬间会飞烟灭。 报道称,2015年解放军曾在一次演习中,演练过用东风富士巡航导弹击中目标大楼的科目。 文章称,如果一个陆基巡航导弹旅,下辖六个发射营,装备一百多辆发射车,每辆发射车携带三米导弹,理论上可一次骑射200至300枚射车达到2600公里的东风11A远程巡航导弹。 这一阵的核打击效果评估后,还可再骑射200至300枚巡航导弹。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,东风富士据称是性能最好的核长间被陆基远程巡航导弹之一。 外界普遍猜测陆基型号的射程达到100,0公里以上,空射型号射程还要远一些。 至于为什么要有巡航导弹打大楼,而不是打机动库、机宝等目标呢? 联合报引述大陆分析人士的话称,这个当然和对岸台湾有关系,具体大家都心直肚明,只是不可说罢了。 不过,一位匿名大陆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,之所以炸大楼,可能并非简单出于威慑目的。 通常来说,把标的制定要和导弹的制导方式匹配,巡航导弹末段通常采用紧将匹配制导方式,那把标就需要有比较明显的外形特征。 大小也要满足设计精度要求,从视频画面判断,这个七层大楼高约20米,长50米左右,这可能是东风富士的典型打击目标。 七射导弹不是为了壮观央视的画面显示了东风11A巡航导弹发射车多发七射的场面。 相比之下,美军舰发射战斧时,总是一枚一枚发射,七射是为了看上去更有气势吗? 专家表示,巡航导弹打击目标需要一定的数量,以战斗部重量在450公斤左右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为例。 美海军在实战中,总共发射了000多枚,只有三次攻击发射数量少于10枚。 这三次主要是打击基地组织头目,去年和今年对叙利亚相关设施的攻击。 发射的巡航导弹数量分别达到59枚和66枚,这表明是战斗巡航导弹攻击必须达到一定量才能实现有效毁伤。 而骑射则能在尽量短时间内发射完毕,减少暴露时间,提高生存概率。 另外,多枚寻好导弹,要尽量在短时间内同步到达目标,一方面提高突防概率,另一方面提高打击的突然性。 骑射就是要起到这样的效果。 其实,对于导弹部队来说,骑射的难度并不大,关键在于导弹的技术维护,保障到位。 难得是让不同时间、地点发射的导弹,按要求同步到达目标区,以实现打击的突然性。 这就要求进行充分的航路规划,而美国的战斗巡航导弹发射,确实没有如此壮观。 因为其单舰发射,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间隔,在同一海域部署的军舰也不可能很多。 这也就为其航路规划带来较多麻烦。 为此,最新型战斗导弹,除了有相关的规划平台外,导弹上还安装导弹时间软件,控制导弹的速度,已经一步精确控制多枚导弹的第八时间,与弹道导弹混编使用。 从央视公布的视频看,在东方复时巡航导弹发射阵地于远方,还不属有处于起数状态的疑似东方石流进程弹道导弹。 外界有观点认为,这表明火箭陣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,进行了混乘编组。 不过专家认为,这次发射很可能只是出于免事的目的。 实战中,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配合使用,可以进一步提高打击效果和突防概率,但未必会混编在同一阵地使用。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,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对付不同目标,或同一目标的不同部分。 例如,台湾东部的一些空军基地,实现了洞窟化、地下化,其基地位于沙体内,用弹道导弹不容易打门,而巡航导弹则很容易绕弯对其洞窟大门实施精确攻击。 弹道导弹可以发射钻地弹或者死母弹打击沿体和跑道,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协同使用,还可以提高突防概率。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配合使用,需要两种同时导弹目标区,而东风复式飞行速度慢,要先发射,待其发射一段时间后再发射弹道导弹,而巡航导弹发射后,阵地有帮路风险,对于部署在相邻区域的弹道导弹比较高, 因此,最好的方式是两者部署在相距较远的发射阵地,协同好事间8分钟。